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齊佳玟先生是台灣第一位公開出櫃的同志 他是在我們還在戒嚴時期的時候就已經公開出櫃 並且在當時1986年就已經開始呼籲 我們必須要讓同性可以合法的結婚 那今天齊佳玟先生願意再站 再繼續站出來 希望能夠要求一個平等的權利 立法院審議的時候 法務部的次長陳明堂講了非常反對的立場的言論 那我是特別要強調一個簡單的觀念 就是這些人的反對的全部都是標標準準的恐童 是非常病態的思想 簡單的一個講法就是 同性戀人現在目前在精神醫學界非常肯定的是一個正常人 那婚姻的殿堂也是對的正常的事情 為什麼對的人不能做對的事情 各位都知道今天是平安夜 選在平安夜跟著齊佳玟大哥來開這個記者會 其實有兩個意義 明天就是聖誕節 是宗教上的大節日 也是我們的行線紀念日 而我們今天視線的這個 主角齊佳玟先生 他用了29年的時間 去來告訴大家他想結婚 一個人要用29年的生命請求社會大眾 讓他可以結婚 為什麼結婚是一件必須要用29年來請求的事情 我們有沒有聽過哪一個國家 兩個人結婚是必須要請求國家的同意的 今天是平安夜喔 其實在宗教裡面 它是一個跟家人團聚的日子 我知道很多反對方會去說 從來沒有人阻止齊佳玟大哥 他要選擇跟誰路過他的平安夜 可是各位有沒有想過 另外一種貼近的說法 換句話說我也可以說 29年來 齊佳玟大哥所選擇度過平安夜的 就是他法律上的陌生人 可是沒有人是關注這一點 大家只會站在說 他可以選擇任何一個人跟他一起度過他的平安夜 追求幸福的權利應該人人平等 准許同性相婚 並不代表每一個同性都有機會找到 跟他攜手一生的伴侶 就像許多異性 雖然法律准許他結婚 但他也不一定找得到可以結婚的對象 但是很重要的是 法律應該要保障 每一個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權利 當我們現在的法律 不允許同性相婚 一個年輕人當他發現說 他喜歡的是同性的時候 這支援可以說注定了 他這輩子不可能跟他真正相愛的人 在一起組織家庭 我們認為這是不合理的 曾經有大法官在他的意見書提到 婚姻與家庭是個人進入社會的一個重要的管道 那麼但是我們知道以現行的制度 只允許一男一女透過婚姻地結家庭 成立家庭 那麼我們反過來想 是不是就形同於這個社會 不允許非異性戀的族群 來透過婚姻來締造這個家庭 那我們認為這形同於這個社會 對於這些族群的一個隔離與歧視 那今天我們站在這裡 也是希望大法官能以人性尊嚴做一個出發點 來向這個社會明白宣誓 以現在這樣的法制度 對於人權的保障是不足的 甚至是已經造成一些侵害 謝謝 今天很高興15年後 有這麼多超過10位的律師 願意暫時來幫我經營這個實踐 我也要非常的感謝他們 現在我表達我的敬意 這十幾位律師裡面呢 有異性戀 有雙性戀 有同性戀 譬如我自己我是一個女同志 讓大家想想看 在我們的這個律師法袍底下 我們每個人有不同的性身份 而我們之中有的人被法律允許結婚 有的人不被允許和他相愛的人結婚 這是一個非常荒謬的事情 在我們的職業身份上 專業身份上 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為我們的當事人 處理各式各樣的離婚案件 家事案件 可是呢我們的法律 卻不允許我們作為多元性別的法律工作者 我們是一個律師 或者甚至法官 能夠和他相愛的人結婚 只因為他相愛的人和他是相同性別的 那這麼多年來 齊大哥當然是非常辛苦的孤軍奮戰 我們也必須要說 終於有一天等到現在 我們台灣的法律人 能夠就是長成的更好 然後有更多的資源 能夠站在弱勢的這一方 為自己和其他人說話 謝謝 婚姻平權 婚姻平權 共同違憲 共同違憲 同志人權 同志人權 一起捍衛 一起捍衛 同志人權 同志人權 永不孤單 永不孤單